老刘 咱们去一趟商务行 走 上车 不用 不用 没那么严重 小车 你还没好呢 你那些蜡烛哪儿来的呀 我今天上午 去了趟锦明药店 前几天我去抓药的时候 发现他们 囤了很多蜡烛和马灯 这蜡烛啊 周先生给了 他们囤这些干什么呀 周先生说线路老化 要重新更换一遍 我去看了一下 情况属实 所以我想这周先生的嫌疑 应该可以排除了 那那个商贸行 怎么囤那么多蜡烛 干嘛呀他们 我也不知道 咱去看了就知道了 关门呐 什么情况 这个顺达杂货行 在巴金路还算是有名气了 经营了七八年了 老板叫胡晓 本系人大概四十多岁 根据旁边的商户和邻居 反映 这个胡晓啊 人员不错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贪财 根据了解胡晓的人反映 大停电之后 这家杂货行里所有的照明器材 一寿而空 胡晓当时还开玩笑说 他要会掐指算 知道大停电 就应该多囤一些紧俏商品 说明当时他店里 并没有这些紧俏商品 可是奇怪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店里堆满了蜡烛 马灯 煤油 售价是平日里的两倍 这个奸商 最近这两天 这个杂货行 算是咱们安东 最忙活的商铺了 从早卖到完 看来 他们的货源很充足啊 这些东西在平常 都不是紧俏商品 除非大面积停电 谁没事 会去存这么多的货呢 就是啊 所以说这些货 肯定不是他们的 一个小小的杂货行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 资金备货呢 而且谁会提前储备 这么多照明器材呢 除非他知道会大停电 更奇巧的事 我跟刘统长刚要去调查 这个杂货行 今天早上就关门了 隔壁商行的人反映 昨天夜里 这家杂货行有声音 可是早晨去看呢 大门还是锁着的 早餐部的老板也说 一大早就碰到了 杂货行的伙计 说老板给他放假二天 看来他这是要跑啊 这个呼啸肯定有问题 马上行动 以投机导板 扰乱市场的民意 先抓住他 谢谢 复权 如今